应俄罗斯代表团的要求 联合国安理会13号在纽约总部 就乌克兰生物实验室安全问题 举行公开会 俄方向安理会提交了 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新证据 俄罗斯代表团当天在会议上 提交了有关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 从事生物军事活动的新证据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甲 在发言中表示 美国五角大楼参与在东欧 和俄罗斯边境地区进行的生物实验 威胁到了俄罗斯安全 也威胁全球安全 逆边甲对美国在乌克兰河流中 收集病原体的目的提出质疑 并称俄军在赫尔松等地区 发现了数十架 可能装有生化武器喷尽的无人机 对当地居民构成了严重威胁 逆边甲还提出了 包括秘密人体实验 出口病原体 血精样本等指控 逆边甲称 将根据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相关规定 要求发起调查 美方及部分西方国家 则再次否认俄罗斯指控 认为俄罗斯借用安理会平台 为其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 制造政治宣传 企图转移当前焦点 联合国裁军事务高级副代表 马克拉姆代表联合国进行了通报 马克拉姆表示 目前联合国不掌握 乌克兰生化实验室安全的任何信息 这是乌克兰冲突以来 俄罗斯第三次在安理会召开乌克兰生物安全相关公开会 在安理会召开乌克兰生物安全相关公开